找最接近 但一定是小於 就是不大於的意思 所以如果61001還是比他大 就不會找他 一定會比他小 所以我常常比喻 這不好記 你可以記一個 男生 我看網路上的文章說 無論幾歲的都一定會 娶那個 二十幾歲的 即便你現在年紀二十幾歲 你也會找二十幾歲的 三十幾歲 但這個沒有歧視問題 沒有別的意思 就是比喻的 其實不是只有郭台銘 你會發現比比皆是 所以從這個地方比較好記 以後找的話 一定會找比較小的 不會找大於的 不過也很難講 最近我在電梯裡面常常看到 討論就是討論什麼 現在女生都找年紀比較小的男生 就是那個 那個邏輯剛好 就是女權已經慢慢起來 所以要找的話 因為現在好像要找到 比較高富帥太難了 所以怎麼樣 一定要找 你沒辦法高富帥 所以只好找年紀小的 好像都好像小好幾歲 有些好像小十幾歲都有 像什麼藝人 不是像什麼藍心眉有沒有 還有像另外一個那個 那個珍寶怡他媽媽 好像聽說也跟一個年紀 比他小很多的 不過我覺得感情這種事情就是 其實只要兩情相悅 而且是正常的 我想應該也不會有問題的 OK 這裡的話就是比喻 沒有別的意思 沒有性別上面的任何的影射 OK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是比他小的也不會找 比他大也不會 比他大 即便是大一歲 恐怕 像以前也會有這種想法 比如說初戀的時候 想說要找女朋友 一定好像 感覺如果找那個年紀 比自己大一點點的 好像就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那個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這個H路卡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個最重要的觀念就是說 那個範圍一定不要選到 藍位名稱第一個 第二個呢 他比對的話一定是比第一列 查的話是查第二列以後的 所以以後你就是有一個對照表 然後呢 你的編號 也許一般就查編號 編號裡面如果像match的話 那如果完全match就是0 如果找接近的就是1 利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可以查到很多資料 大概就類似像資料庫一樣 那就不需要說 你為了要找某個資料 還要怎麼樣 切來切去換來換去 不用 就直接用V-loop函數來 V-loop函數或H-loop函數來做 那這兩個函數 用到的機會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也非常的重要 只是說你要懂得靈活應用 那後面我想再看 還有一些相關的範例 也會用到這些函數 就要用到這個函數 就要用到這個函數 然後就可以用到這個函數